大家好,我是逼格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印度战争电影《凯撒里》 19世纪初 辛格王公将阿富汗人从印度西北部赶走 并在那里建立了西克教统治 从那时起 阿富汗王子就一直在寻找机会 再次占领印度的这一地区 1980年 第36西克教团 驻扎在沙门山脉中建造的三座要塞 事实上 虽然士兵们皆是西克教徒 但领导他们的却是英国人 这天 正和其他士兵在外休息的士兵伊莎 突然见到一群阿富汗人 要杀害一个女人 眼看着一条生命就要死在自己面前 伊莎最终还是不顾长官的命令 冲了出来救下了女人 但对方人多势众 每一会儿 伊莎就被一群阿富汗人抓了起来 并且阿富汗人知道 头巾对于西克族来说至关重要 所以打算在杀死伊莎前摘掉他的头巾 在后方 看着这一幕的其他士兵再也忍不住了 拿着枪冲了出来 一番混战后 阿富汗人见士兵们各个吃枪 便36计走为上级 一流烟犬跑了 然而事情才刚刚开始 就在士兵们刚刚回到要塞 长官决定要对伊莎进行惩罚时 一大群吃枪的阿富汗人杀了过来 他们早有预谋 打了个士兵们措手不及 好在士兵们训练有素 齐心协力下将阿富汗人击打了回去 事后 关于伊莎的处罚也落了下来 因为伊莎这一次不听从长官的指令 导致引来了与阿富汗人的战争 所以最后长官决定 将伊莎派往萨拉加西要塞 这个萨拉加西要塞 说好听点是个要塞 实际上主要的作用就是 给古利斯坦要塞 和洛克哈特要塞传递消息 与其说是个要塞 不如说这里的士兵 担任着一个优差的作用 伊莎是个士兵 当然不愿意去这样的地方 但是迫于长官的命令 伊莎只能在接到命令的当天 就启程去往萨拉加西 果然 当伊莎提前一天 抵达萨拉加西的时候 发现这里的士兵 就是一盘散沙 在直勤的时候 他们不仅只穿着内裤 还会聚众在一起斗鸡 为了让士兵们团结一致 也为了给自己树立威信 在到了第一天 伊莎就给众多士兵 来了个下马威 让他们在攻击的面前 两两摔跤 直到攻击说停位置 然而没一会儿 伊莎就听见阵人歌声传来 原来 士兵们把两只攻击给杀了 称攻击说的是英文 他们要求士兵杀死他们 因为这件事情 伊莎惩罚士兵 两周不许吃饭 士兵们本就因为摔跤的事情 对这位新上任的伊莎 充满了不满 这下埋怨更是越积越深 没想到之后士兵们 从厨房那里得知 在他们受罚的这段时间 伊莎也一直没有吃饭 在这一瞬间 众人似乎才从内心承认了 这位新上任的长官 与此同时 在阿富汗人这边 因为伊莎阻止了他们 对侮辱真主名字的女人的制裁 所以 他们在一起商议决定 攻打三大要塞 甚至 其中一名伊斯兰教神学家 以圣战的名义 煽动帕坦人 一起攻打要塞 由于三大要塞中 属萨拉加西要塞人数最少 所以在商议结束后 几个领导者 统一决定 率先攻打萨拉加西 同时 他们也会封锁所有路线 以防其他两个要塞 对萨拉加西进行支援 很快 他们便召集人马 准备攻打萨拉加西 他们敲着战鼓 我的深沉声震撤天地 对了挑衅伊莎等人 神学家还抓了之前 被伊莎救下的女人 当着萨拉加西所有人的面 杀死了她 此时 发现情况的洛克哈特 给萨拉加西传来信息 此次前来攻打的帕坦人 足有一万人之多 而伊莎所带领的萨拉加西 仅仅才有21人 加上做饭的厨师 也仅仅才22人 帕坦人 封锁了所有的路线 不能来支援的洛克哈特 称让众多士兵放弃要塞逃命 然而最后 所有的士兵都决定留下来作战 此时 作为领导的伊莎 也戴上了橙黄色的头巾 橙黄色的头巾 象征的勇敢与牺牲 他们牺牲了数以千计的人 才得到了 将橙黄色头巾 戴在头上的权利 今天 他们不是为英国人而战 不是为自己而战 而是为那些殉道者而战 伊莎带着头巾走上高台 敲起战鼓 虽然只身一人 但她的气势 也足够对面退缩 在这个时间 其他的士兵各就各位 此时 最年轻也是负责 传达信息的古墓客 询问伊莎 原来 扩顿长官传来的消息上 并不是让所有人放弃要塞 而是让众人死守 英国人 一直把希克族的士兵 当成了自己的奴隶看待 奴隶的生死 均有他们的意向决定 这次 伊莎希望众人 不是因为命令 而是由自己的意愿 来选择自己的生死 今天 21个希克教徒 将以自由人的身份战斗 并且 以自由人的身份死去 大战一出即发 随着进攻两次 数以千计的帕坦人 开始进攻萨拉加西要塞 和伊莎并肩作战的士兵们 以城墙为折挡物 向下方 源源不断的人们开枪 前面的人倒下 后面的人立刻补了上来 士兵们换子弹的速度 根本赶不上 扑上来的人群 每一会儿 就有人摸到了要塞的近处 并向城墙上扔了一枚炸弹 导致士兵八万牺牲 事实上 遵守在这一防卫城墙边的古墓客 完全可以开枪杀死敌人 可是由于古墓客年纪太小 根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他 在这一时刻 除了害怕还是害怕 无奈 伊莎只能将他派到灯塔 将自己这边的情况 实时地传递给霍顿长官 就在这时 怕坦人那边的号角响起 紧接着 他们中便扬起了投降的白旗 一旁的古墓客 此刻也收到霍顿长官传来的消息 称比格斯将军 带着他的队伍从汉谷出发了 不过 要明天才能抵达支援 听到这个消息 伊莎决定出药塞 与对方人周旋 一番交谈后 伊莎总算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原来他们不是来投降的 而是来劝详的 并且他们表示 将在中午攻打下萨拉加西 在下午攻打古利斯坦 在晚上攻打洛克哈特 与此同时 在两方人交谈的过程中 两名怕坦人 偷偷地带着炸药 来到药塞边缘 打算炸塌城墙 一举弓进去 只不过 他们没想到伊莎早有准备 在谈判的最后 伊莎送回了两名怕坦人 而在这两人的身上 放满了炸药 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鸣声 这场生死战役 才正式拉开 炸开城墙的计划失败 怕坦人便决定 用人力攻开城门 大批的人群蜂拥而上 他们跑到城墙的边缘 利用视野盲区 渐渐地移动到城门 此时已经有士兵开始负伤 但战争仍在继续 伊莎只能派遣几个士兵 去下方锁入城门 隔着一个木制的城门 为了守住城门 几个士兵毅然决然地打开城门 用枪前的尖刀 刺穿了一个又一个敌人的身体 好在 在几个人的勇猛对敌下 攻城的敌人 很快就被他们杀死 就在其中一个士兵 捡敌人的枪支时 殊不知在远方 有一排神枪手的枪对准了他们 危急时刻 其中一名士兵 用自己的身体 挡住了后来的几个敌人 让仅剩下的一名同伴 爬回了要塞 关上了城门 一击不成再是一击 一起堆叠起来 一个又一个的尸体 很快就堆成了一个小山丘的形状 站在尸体堆上 怕坦人开始向城墙上 扔绳子 向上攀爬 此时萨拉加西的士兵们弹药不足 再加上长期的精神集中 他们已经开始精神恍惚 很快 就有怕坦人爬上了城墙 眼下士兵们 不仅要对付城墙下的敌人 还要随时应付 有可能爬上来的敌人 不伤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加 原本就人数少的萨拉加西 此刻更显得势单力薄 随着爬上城墙的人不断增多 士兵们根本招架不住 随时都有可能 从旁边袭来的刀子 到最后 只能抱着几个敌人 一起跳下城墙 依莎看着满地被杀害的兄弟 他的心中 会痛苦压得喘不过气 然而就在这时 怕坦人的号角声再次响起 城墙下所有的怕坦人纷纷撤离 又是一声轰鸣声 城墙的西侧 已经被怕坦人炸毁 几个在西侧的士兵 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失去了意识 现在 所有的士兵中 只剩下古木克 钱达 依莎 以及厨师 依莎派遣古木克 与钱达到灯塔 传达最后的信息 而他自己 则决定留在下方 与敌人背水一战 又是一声号角 怕坦人杀了过来 依莎一手持剑 杀死了一个又一个怕坦人 尽管此刻他只有一个人 可是给人的气势 却仿佛他一人 可挡千军万马 人们不禁开始畏惧依莎 直到依莎发现 自己的剑下是一名少年时 他挺顿了半刻 可就是这半刻 给了敌人可乘之计 眼看着依莎身上的伤口 越来越多 很可以逃走的钱达 主动开枪 吸引了众多的怕坦人的视线 他们蜂拥而上 一刀刀地砍在钱达身上 直到最后 众多的刀穿过他的身体 而此时 另一边的依莎也没了力气 他被人刺穿了身体 抵在墙上 而这个刺穿他身体的人 正是那美年轻的少年 此刻 依莎的头巾侮辱他 没想到 在靠近依莎的时候 依莎突然出手杀死了他 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 依莎仿佛 在众多的怕坦人群中 看到了自己的妻子 他泪眼婆娑 只不过 依莎再也没有机会去拥抱他 此刻 剩下的怕坦人发现了 在城墙上的古木克 古木克回到灯塔 这一刻 他不再位置战争 他拿起枪 纵使知道结局 却还在奋力反抗着 这狭小的灯塔 虽然难以攻破 但很快 怕坦人就发现了他的弱点 开始朝着灯塔中 仍然烧平 随后 一身火焰的古木克 走出了灯塔的门 他抓住怕坦人的一名领袖 口中高喊着 说神是至高真理的人 必永远蒙福 一边 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炸弹 随着最后的一身轰鸣 这场战争已达了尾声 此时的时间已经到了半晚 从表面上来看 怕坦人攻陷了萨拉加西要塞 可是事实上 他们已经错失了 攻打其他两个要塞的时间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萨拉加西要塞 这21名士兵的坚守 这是一部完完全全的爱国主义电影 电影中 在充满了浪漫的同时 又真实地表现了战争的残酷 同时 英雄的现身 也在激励着当下印度人的勇气 和爱国情怀 所以不得不说 这是一部非常感人 且具有意义的电影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B哥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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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